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年前在Westside Highway上 紐約警署外底警員涉嫌參與電單車黨人和SUV司機之間的事件 今日立案審訊 臥底探員布拉齊斯科現在面臨參與襲擊的指控 事發於2013年9月SUV司機一名姓年的華裔 帶著妻女因為擔心妻女安全 她的座駕被電單車狂追50個街區之後 撞上故意剎車的電單車 並且踐過另一名電單車司機之後停下 隨後多名電單車黨的成員將她拖出車外對她毆打 檢察官表示 據監控畫面顯示 布拉齊斯科當時撞向SUV的車尾 並打爛後槍玻璃 但她的辯護律師就說 由於她當時的身份是臥底警員 又沒有帶警揮和槍 並在事發時離開現場 是以免身份暴露 據悉之前已經有11人被起訴 其中3人認罪 昨天凌晨 紐約本地著名的雪唱歌手 Lion Peckins在皇后區被槍擊身亡 警方表示 事發在凌晨4點的Blairwood地區 31歲的Lionell Peckins 和另一名男子開車經過皇后大道 近84階的時候 由另一部車駛駛 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 向他們的車輛亂槍掃射 Lionell Peckins 恐怖中了幾槍 送院後不自身亡 同車的另一名27歲男子 背部中槍 情況危殆 目前警方仍在追查疑犯 Lionell Peckins 偽名叫Chinks 是說唱歌手French Montana的 唱片公司 Code Boys旗下的歌手 過去唱片公司在事發後 在社交網站 將貼他的照片以表哀悼 一對兩歲的女童和祖母 昨天坐在 位於馬哈頓一棟大樓外邊的時候 被跌下來的磚頭擊中 造成二人受傷 隨後送到醫院治療 事件發生在中午10點左右 位於上西城區 74階附近一棟大樓之前 據目擊者表示 在聽到一聲巨響之後 他看到對面街一名婦人 好像被物件擊中 隨後他就彎起來扶起女童 事發之後 二人被緊急送到 康奈爾醫學中心進行搶救 事件造成 祖母的手腕和腳踏受傷 女童就身體受傷嚴重 目前紐約市留育局 正緊急安裝行人路安全保護裝置 該部門譴責出事建築的業主 並沒有定期及時維修該座建築物 紐約就從今天開始 會參與正在全國展開的安全帶執法計劃 將會嚴厲打擊 駕車沒有配戴安全帶的違規行為 州長國務辦公室表示 紐約91%的司機和乘客 基本上都會自己配戴安全帶 高過全國的平均水平 根據紐約州法律規定 司機、前排乘客和16歲以下的乘客 都必須要配戴安全帶 兒童應該使用安全座椅 據悉如果違規 司機將會收到最少200元的罰款 並且被扣3分 今次突擊嚴打行動 會從紐約州去到全國 警方將會嚴厲打擊 包括司機和乘客 沒有配戴安全帶的違規行為 行動會直至月底結束 華埔最佳旅行社涉嫌詐騙的事件繼續發展 在近幾日來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受影響民眾找尋協助 事件曝光之後的幾日來 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去到聯城公所求助 聯城公所顧問趙文生表示 了解到更多民眾受騙的經歷之後發現 除了押走客戶的機票費用之外 最佳旅遊還涉嫌盜用客戶的信用卡 目前有兩方面的律師正在處理事件 趙文生又呼籲受害民眾要盡快 和聯城公所聯絡 登記自己的授片金額 授片的民眾在付錢的時候 都是得到一張印有機票訊息的單據 一些人誤以為這張就是有效的機票 天馬旅遊的Hannah表示 購買機票時非常重要的 是一個confirmation number 確認號碼 憑著這個號碼可以準確查到機票是否已經付款 在這次事件中很多民眾說 是訂了來回機票 但是去中國的時候沒有問題 回來美國的時候 就被告知機票被取消 Hannah說出現這樣的情況 可能是旅行社一開始 就只是買了單程機票 她表示 其實話約民眾乘坐的大多數航空公司 都有中文的客戶服務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自電查詢 另外在選擇旅行社的時候 都要盡量選一些口碼好規模大的 就會更加有保障 為了方便喬包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 日前派人去到華埠為民眾辦理建在證 很多華埠甚至是布洛倫的民眾都文訊前去辦理 從早上10點半開始 台山聯儀會內就擠滿了辦證的民眾 台山聯儀會會長余江森表示 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多人來 而會長說 由於需要辦理建在證的老人 前往領事館很不方便 所以在領事館探訪聯儀會的時候 很多會員都提出 希望可以在華埠社區辦理建在證 所以就有了這次這個服務活動 住在布洛倫十八大道的黃女士文訊趕到辦證 她說希望每年都有這樣的服務 根據規定 在美國居住的中國離退休退職人員 中國籍已經取得綠卡或者已經入美國籍的人士 為領取中國的離退休金 可以向領事館申請辦理建在證明 在通常情況下 申請人應該要親自到大使館或者總領事館大交申請 需要提交出境定居、離退休退職人員建在確認表 以及本人的有效護照 美國合法居留證件 和離退休證員件 以及福印件 來自中領館的黃軍和馬翠鴻 兩位領事 當日就為接近50名民眾辦理了建在證 他們表示 領館會根據社區民眾的需求 安排這類服務走入社區的活動 更好地服務喬爆 為協助黃後區白石鎮大學點一帶的商區美化環境 在貝塞選區市議員保羅雅龍 爭取到市府7萬元經費下進行清理 而見成效 市議員雅龍日前就舉行記者會 呼籲更多商家支持 吸引更多民眾去到該區消費求慢 黃後區貝塞選區市議員保羅雅龍 日前在記者會上表示 白石鎮大學點一帶的商業發展快速 不過亦帶來商業街道的衛生環境問題影響市容 經過該區 很多商家業者 以及大白石鎮公民協會等組織多次反映 去向市府爭取到7萬元經費 並委託道方清潔公司負責清數街道 環境情況獲得很大改進 換言一聲 他表示將繼續向市府爭取經費 確保該區的商業環境整結 出席記者會的多位商家代表 以及大白石鎮公民協會成員 都感謝市議員雅龍的支持 並希望更多商家加入組織 一起美化商業環境 吸引更多民眾去到該區消費 據了解這一項由市府首次經費補助的商區 包括貝塞白石鎮及大學點一帶 包括有六個區的商業街道 約有近百間商業受惠 多位商家業者表示 希望爭取該區成為商業改進區 令到該區可以發展得更好 由法拉勝優展攝影俱樂部主辦的會員攝影作品展 自即日起到5月26日 在法拉勝第一銀行魏郎展出近百張作品 由一群現外攝影人士在法拉勝組成的優展攝影俱樂部 年度會員攝影作品展自即日起 在法拉勝第一銀行魏郎指出 指導老師羅濟相以及多位學員 日前在會場進行展覽預備工作 據介紹這次展出會員一年來的作品 八十幾幅題材涵蓋了旅遊、生活、人物、集作等 據介紹優展早期 由一群攝影愛好者的聚會開始 成立之後 目前會員逢星期六定時上課 由老師講授攝影理論、相機操作等課程 並且有生態風景無特兒等實拍 優展的賽會人之一 老師羅濟相鼓勵新移民寄情於攝影 令到生活更加充實 這行展覽將會展出到今個月26日 歡迎社區民眾前往參觀 本台新聞報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 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意見 或者有新聞線索 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 郵箱地址是sano tvnews at mlbi.net